我第一个爱的人是你 是你教会我怎么去爱一个人 可你现在又要收回 让我不要这么做 我是一个男人 我也有我想要爱的人 那人就是你 这是你干的 对吧 你现在不是应该很忙吗 怎么还有时间来找我呀 你对媒体撒谎 看起来像是正式 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利于 宋子豪后面的发展 你害了他 我为什么要替宋子豪着想 他是注定翻不了身的了 我现在更想的是怎么自保 你也不要得意得太早 就算我这次失败了 我也要拉上你跟斯达等颠备的 你为了自己伤害艺人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经纪人 看不惯我呀 你可以去媒体面前澄清啊 看看他们信不信你 就算他们相信了 那最后倒霉的也不是我 是宋子豪 你不是最心疼子豪了吗 你去试试看 要是因为这件事 他再去闹个自杀什么的 那就是你害了他 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你太自私了 若南姐 在自私这件事情上 咱们俩是半斤八两 谁都不属给谁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会伤害艺人 永远不会 你这么做会有报应的 你等着瞧 有知情人士透露 宋子豪的递发和斯达不断地刺激有关 请问这是否属实呢 抢角色是我自己决定的 有什么事情直接问我就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不再回应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本来就是我擅住主张去抢这个角色 不然童童姐也不会抓住把柄 我是一个男人 我应该承担我该承担的责任 去保护你难道有错吗 你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我不用你保护 我是经纪人 我会处理 你的责任就是踏踏实实地把戏狗演好来 可我现在不想撒谎 我只想诚实地面对我的内心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第一个爱的人是你 是你教会我怎么去爱一个人 可你现在又要收回 让我不要这么做 我是一个男人 我也有我想要爱的人 那人就是你 给我打消这个念头 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永远都不会有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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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干嘛还要说那些话呢 你这样不仅会影响到你 还会让若男姐为难 你知不知道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只想诚实地 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不想再压抑 对她的情绪了 我这有错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该不会跟若男姐 表白了吧 若男姐把你当弟弟 你这么做让她怎么办啊 我会去和公司解释的 但我绝对不会 改变我的选择 可是 只是与你无关 我自己会解决好 我自己会解决好 我自己也会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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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男 你还好吗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老板 humuped 这对若男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他向来都是 直面问题的人 怎么可能突然失踪呢 其实 今天还发生了一件事